2024APEX在秘魯今年眾所矚目的焦點還包含了中美的兩大元首 也就是習近平跟拜登將會是他們任期第三次選擇在秘魯來會面 因此現在我背後所看到的這個五星級的飯店 傳出就是習近平將要下他的飯店 剛剛也都看到了這是中國國產的紅旗座車 好幾輛已經一一拾進來在做日前的工作準備 不只習近平全球超過20位領袖代表將出席APEX會議 但這回主辦國秘魯由於治安惡化引發民怨 本週有不少公會公民團體喊出要罷工以及上街抗議 誓言要讓APEX像2019年一樣在智力被迫取消無法辦下去 因此這回秘魯政府可以說是上井八條 出動了超過一萬五千名的軍警 部署在首都利馬周邊防止任何可能引發的動亂 那人民也有人民的這個方式來對政府的這個訴求 表達他們的抗議或者是他們的希望 那這一次呢在這個現在我們正在領袖會議 中的這個過程當中即便呢這個百公百業 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可是秘魯政府在維持這個禮拜的 這個經濟領袖州的過程 順利過程當中呢其實so far 一切都非常的好 除了習近平飯店 美國總統拜登下他的飯店 同樣為安幾乎滴水不漏 港邊短短兩公里不到海岸周邊 還能夠看到秘魯海軍出動的主力狼擊巡防艦 防空火力相當強大 而維安之外兩個月後 美國新任準總統川普即將再度上任 因此外界預期這回第三次在秘魯的拜習會 更像告別會 也就是拜登習近平都想透過這次峰會 向川普傳達美中關係的訊息及方向 更試圖要降低美中關係 以及全球情勢在川普上台之後 可能帶來的極大不確定性 我臺爺 我臺爺 我批評 我臺爺 谢谢大家